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Nabi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閒聊 嗯其實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我已經結婚了 我是幾月 登記結婚來著 我已經忘記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會記這種節日 應該是8月初吧 我跟我先生就是我老公 喔好便扭你知道講老公這種 我真的覺得超級便扭 因為我平常我們在一起這麼久 快10年了 我都是叫他全名的 我也沒有叫他什麼老公啊 baby啊寶貝啊 或是說叫他 名字後面兩個字 對外要跟人家說欸這是我老公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有一點便扭 而且有點不習慣 其實我們在一起這麼久我們都一直有 討論到這個 這個結婚這一塊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 好像有跟沒有也沒有什麼差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同居的狀態 而且我們真的在一起太久了 你多一個那樣的手續 其實好像也不是這麼的必要 那時候覺得 到了一定的年紀 而且加上我們現在搬來上海了嘛 其實我覺得總是要把這個樣子的關係 做一個比較 應該算是比較 決定吧 也不算決定 反正就是要做一個這樣的步驟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 好那我們就結婚吧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求婚的儀式 完全沒有 然後我某一天就問我老公說 欸你曾經有想過要跟我求婚嗎 他說有時候我有點嚇到 因為我完全不覺得他會做這樣的動作 為什麼沒有求 他說因為我做不出來 所以就沒有做了 可是他覺得我也不需要這樣子的 你知道這種儀式吧 對的確我不太需要這種儀式 因為我不太在乎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你找到真正好的對象 可以跟你一起生活 是比任何的儀式啊才更重要 周遭很多人都覺得我們超級隨便的 因為你知道嗎 你在台北登記 不太需要見證人跟你一起到 護證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嘛 只要他們兩個證人簽名就可以了 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樣嗎 我是到很小很小的那種餐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我非常推薦這家餐館 他在二一六項裡面 叫做蕭家小館 真的我真的非常喜歡吃那一家 所以你如果很常去那一家 應該會蠻常會在那裡看到我的 如果我有回台灣 然後那時候我就隨便 我就跟我姐 然後還有未來的姐夫 他們四月都要結婚了 然後我們就說 好那我們今天去那邊吃飯吧 那我就去他前面的那家全家 然後把那個護證事務所的那個 申請書印下來 然後我就說那你們倆簽名吧 就這樣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那種 見證的那種的場合或儀式吧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兩個的 結婚跟後續辦這些東西的 價值觀是非常像的 因為我們非常討厭麻煩 什麼訂婚 結婚儀式 我們都沒有辦 我們也沒有拍婚紗照 因為第一個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非常不喜歡照相 而且我們會覺得說 那個東西雖然它是一個紀念沒有錯 但其實還蠻浪費錢的 而且我們不喜歡 就是可能我拍完照 然後他就放在可能某個角落 我也不會再去看它 或是說可能擺在家裡某個區塊 我也覺得這樣很尷尬 然後跟大家講個秘密 其實我們現在戒指也都 還沒買 你知道我老公超好笑的 是因為他不喜歡戴戒指的人 所以他就跟 他就跟我說 我不會買我的戒指 你也不用買 那反正我就是 會買你的戒指這樣子 所以就只有我一個人戴戒指 因為其實我老公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非常非常的忙碌 所以這件 藉此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做 那我想說 反正我也是一個很容易 我不是一個很適合用很貴的東西的人 是因為我個性非常的大啦啦 我以我的個性 我一定會不小心把它弄丟 其實很多人會辦 像是什麼結婚典禮 訂婚典禮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耶 第一個是因為 我們沒有在care說 我們想要把以前的那些禮金回收 因為其實有些人是希望 我知道 可能我周遭有些朋友 是希望他們辦這個婚禮 是可以把他們之前的 一些禮金回收的 但其實我跟我老公 我們是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不可能回收的回來的啦 就是如果你想要 以這樣子的條件 或是這樣的目的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就 會讓這整個意義 變得有一點變質 二來是因為我覺得 現階段我們可以把錢 運用在更好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兩方家人 我們就是在 W Hotel上面的 家子宴餐館 那家中餐廳 我覺得也非常適合大家去 它的包廂非常非常的大 那它有就是套餐 你可以選的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固定的套餐 那價格來講 我覺得以上是這種 真的做得很好的這種中餐廳來講 我覺得它不算貴喔 而且它那整個包廂是 非常非常的大器 真的很適合穩定的 所以如果你是 家裡有長輩的人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很喜歡那個餐廳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兩方家人 就在那個餐廳 然後比較重要的朋友 就在那個餐廳這樣吃飯 就結束了 而且我們兩個沒有穿什麼旗袍 或是西裝什麼 我們就是穿平常的衣服 然後我只是那天偶爾 就是很稀奇的穿了一件 比較偏喜氣一點的裙子 連身裙這樣子 應該說我覺得辦婚禮 不只是男女兩邊的事 其實也是兩方家裡的事 像那時候我們說 我們就只要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我們兩邊的家長說 蛤?這樣就沒了喔 然後因為我老公是 比較有主見的那種人 其實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的 所以就是家人 家裡人也不太會有什麼意見 就是喔好好好好 是反而是我的 我的婆婆說 蛤?這樣子會不會太對不起我了 這樣我說不會不會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很幸運欸 因為我的婆婆啊 我的婆家對我真的非常非常好 真的是把我當作 自己的女兒一樣照顧 能遇到他們 我覺得我真的是很幸福 那我爸爸呢也是 因為我媽媽過世以後 他就會希望說 小孩子開心就好 所以兩方家人 就在沒有這種很多爭論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辦完了 所以還算很順利 很多女生 內心中有一些會婚禮的一些衝擊 你是真的有很夢想的一個婚禮 但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這些錢都是要由他來出的話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不是你自己有頭錢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你還是要尊重一下對方的想法 而不是一昧的 把你真的很想要的 呃 理想的狀態都加注在那個人的身上 因為那個人會覺得 可能到最後就會覺得說 這又不是我想要的婚禮 我只是為了你 那這樣其實長久下來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你們之後 吵架的一個引爆點 其實就會很不愉快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 就是你有多少的資金 你就去做多少的事 而不是說你要 呃為了要一個面子 或是說你為了想要讓別人說 欸你真的過得很好 所以你要辦一個超乎你自己能力能負擔的 這樣子的一個婚禮儀式 那我覺得說男女雙方這塊是這樣子 那兩家人的話 我覺得也是要互相尊重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做一個拿捏 因為其實當如果你辦結婚 婚禮典禮的一些錢 是由家長長輩出的話 其實年輕人真的很難真的依照自己的 呃的意見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一塊呢 我覺得就是真的要盡量溝通 因為其實結婚真的看起來好像很開心 但是其實他有太多太多很多不同人 要處理的一些事情 拍這個影片只想跟大家閒聊我的結婚關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之前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覺得盡量能在中間抓到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要能抓到這個平衡點 最重要的就是溝通 然後要把你想要的意見 大家都拿出來互相的聊一聊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會讓整個事情 不會糾結在那邊 然後你也不會說 喔很不愉快 也不會說喔 酬飯到一半 然後兩個人就吵架 就分開了 我們公共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感情 在工作 在日常生活 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就希望你們現在有在考慮這個階段的 也不要覺得結婚真的很可怕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覺得雙方的關係 只要拿捏的好 其實結婚前結婚後 我覺得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的 但其實這個東西真的是 之後真的可以聊非常非常邏輯 所以之後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 情侶夫妻間的相處之道 我這個人可能在很多事業上 我其實或是很多生活上 我其實能會的東西不是非常多 但是其實我覺得在感情這一塊 我覺得我算是拿捏的真的還蠻好的 所以之後有些東西可以跟你們分享 好嗎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閒聊影片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